陳柏惟在哪裡 巨蟹座是不是 這個就是所有的 那個立法院星座總表 剛剛第一名是雙宇在哪裡 最右邊 真的很多耶 已經到頂了 蔡碧如那個民眾黨的也是 葉玉蘭也是喔 江啟成 國民黨主席也是 然後民進黨的一大堆 賴品瑜啦 余天啊 林俊憲 王定宇 趙天麟 好多 但其實國民黨只有三個人 然後第二名的是天平 天平在哪 這裡 其實也很多耶 天平其實是國民黨最多的吧 林德福啦 林毅華啦 許淑華 然後綠的 包括了高嘉瑜 陳歐破 吳秉睿 林楚英等等 大概是這樣的分布 但我 三Q哥 巨蟹座很少耶 1 2 3 4 5 6個 6個而已 巨蟹座 等一下 所以這件事情 到底有沒有影響到 立法院裡面的相處 或者是對議案通過的方式 其實 巨蟹座是 這個比較憂愁善感 比較溫柔 火象的通常比較衝動 火象的就是牡羊 獅子跟射手 射手也蠻多 對 熱情 衝動 這個大概是火象的一個象徵 然後呢 還有另外有這個風象 跟土象 土象的話大概就是 土象 金牛啊 金牛 處女 處女 對 摩羯 這個還滿少的 對啊 那其實這邊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 雙魚座通常是因為 雙魚座我們會 平常會給人家比較溫柔 比較體貼的印象 這場有雙魚座嗎 沒有 他老闆喔 我老闆 對 你老闆有嗎 有溫柔體貼嗎 江啟臣 他是雙魚座 溫柔體貼嗎 他是暖男 可是是很慢手的 一般一開始你看不出來 那但是呢 他就是你會感覺到說 在協調的事情 比如說你開協調會 為什麼雙魚座 在立法院特別多 我覺得有一個就是說 雙魚座不太會去價值判斷說 你對還是不對 所以他如果開協調會 他兩邊都會把兩邊的道理 各自分析 然後等於說幫兩邊做一個協調 我覺得這個會讓大家覺得說 在雙魚座裡面 可能在國會 或者是做國會的議員 這樣子的一個性格 可能是比較符合就是說 這個國會可以說調和鼎耐 所以以前這個王金平院長 對 王金平也是雙魚座 對對對 所以這個是 就是雙魚座幫人協調 是可能是在這方面有它的長處 所以今天的新座專家 原來是正造型 issenQ歌繼續講完 然後呢 剛討論到雙魚跟雙子嘛 就是朱立倫跟江濟成 雙子的話其實在這幾年 很多政治領袖 都剛好是雙子 對 韓國瑜 習近平 川普 對 剛好都是雙子 而且他們甚至都差一兩天 啊唷 所以這一群這個雙子 呂秀脸 呂秀脸是双子座是不是 可能不是这个 他说历史已经翻过一页了 所以如果要分到12个 当然各自有各自的解读 但是从四个象限来看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水象的 通常就比较铁贴 火象冲动 那风象的话 可能比较会说话 注重外表 然后希望这个 比较给人家花枝招展的感觉 土象它就会 普遍呈现一些龟毛 计较精算数字的角度上 或者是这个 对事情的这个 对数字的敏锐度 理性大于感性的那种感觉 那巨蟹算是什么 巨蟹是水象 你自己啊 我之前在讨论 你像双语 普遍会比人家比较体贴温柔 巨蟹的话就比较顾自己人 就是你知道对内温柔 因为它螃蟹里面是软的 对外的时候很强悍这样 对啊 蝎子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 蝎子的话 它也是这种感爱感恨嘛 传统我们在讲天蝎座的时候 所以天蝎座 其实今天本来主题 陈玉珍耶 这个等一下会要 感爱感恨嘛 对啊 还有陈以信好了 你要回答陈以信 他最近也翻那个的 陈玉珍爱情故事 你就可以发现 他是一个感爱感恨的人 他自己是这么说没错啊 对啦 他可以这样子宣称 不过其实你看一看 他会发现说 同一个星座不同颜色 你可能会对他有不同的观感 你后来发现 根本跟星座有没关系 跟政党比较有关系 对啊 这个是个好结论哦 对啊 是按政党投资 其实你可能 比如说江启臣对党内是暖男 可是对外面来讲就是 你本来要去改革 可是看起来又好像被提示 因为他发动发免你 他发动吗 他有发动吗 他算是他发动 他当党主席啊 不会啦 你像郑造星就不支持啊 你支持吗 郑鑫现在不敢说 这个是公民运动啊 哈哈哈哈 不好说 你什么星座的 这个星座朋友我要少叫一点 狮子座 狮子座 少叫一点 狮子座不是不错啊 狮子座火象啊 没有很多人耶 这蛮意外的 狮子座比较企图心嘛 比较外贤 怎么会变星座节目 刚刚小星讲到一个重点 最近出头天的啊 包括刚刚在民调里面出头天的 朱立伦 韩国瑜 还有川普啦 刚刚讲习近平也是 然后这些人全部都是双子座耶 在2020年 大概都有出头天的感觉 然后呢 最近比较 朱立伦是被欺负的 在哪里 这个陈以信在这里啦 最近今天江启臣回应了陈以信 被送到考纪的问题 他说倒是也没有处罚的问题啦 只是他觉得观感要树立 OK 陈以信最近应该也是水逆到了顶天了 然后陈玉珍也是天蝎座 来 雨晨老师怎么看这个星座表 我只能以过去交往的女朋友的经验 可以可以是最准的 超准的 因为我居然交过天蝎座啊 两个女朋友 然后同 甚至是同一天啦 命运 对对 命运决定一切 我跟陈以信委员过去也认识很久 我们只能说啊 天蝎座的个性 除了敢爱敢恨之外 各位可以从陈玉珍委员身上啊 得到最佳的解释啊 不论他的爱情故事是真是假 我都觉得是一个敢爱敢恨 那第二个部分是呢 其实啊 应该是除了私事座之外 相对比较自恋的 你看天蝎座的人哦 最喜欢分享啊 天蝎座的星座性格是什么 你可以在网路上哦 如果你有各位有天蝎座的朋友的话 你发现那个最喜欢分享 天蝎座的性格是什么 然后呢 最喜欢标榜呢 他们拥有独立的思考 有吗 但佑哥有吗 你有天蝎座的朋友吗 真的 我天蝎座的朋友超爱 分享他们天蝎座的属性 或者是说呢 他们的性格 之所以在天蝎座心目中啊 全世界的星座啊 就只有两个啦 天蝎座跟不是天蝎座 就是天蝎座的人啊 对自己的认知啊 那个呢 自我迷恋的程度啊 跟狮子座有一线之格 只是狮子座有那个呢 万寿之王的霸气 但天蝎座啊 自我保护的能力啊 生怕呢自己受伤 所以呢 敢爱敢恨的部分呢 他倒过来呢 会遮你一把 所以说呢 我没有看过天蝎座在示弱的 或是说天蝎座啊 遇到什么问题之中呢 基本上呢 他会低头很少 这是第一个 最后呢 我还是要分享一下自己的 对不起 还有第二个 为什么星座只能做参考呢 你觉得韩国瑜跟川普 有没有性格上的相同 有嘛 他们都是啊 锋芒外露嘛 名粹啊 口才便己啊 或是说拥有呢 群众魅力嘛 那朱立伦呢 你如果用朱立伦来比照 所以我说星座真的只是 我们去参考而已啦 更何况呢 还要加上呢 这个四个组合嘛 这个水像 风向这些啊 还有上升跟下神 还有什么 对对对 还有你的上升星座在哪里 所以说呢 我们还是要好好讲正式吧 星座这些东西呢 留给国师哦 留给唐立企啊 晚上的时候呢 留给唐立企 最后呢 他现在换了名字啊 最后我要说的是啊 射手座呢 的个性的时候 天真浪漫 因为宇常老师本人 就是射手座 对对对对 但我不要听到网友说 下半身思考 我不是啊 天真浪漫 谁敢这样说 因为我也是射手座 谁这样说 天真浪漫 我有在思考 对有艺术家的特质 把事情呢 看得非常非常的简单 然后呢 这个呢 通常都流露出一开始 所说的 艺术家的这个气质 爱自由啦 大家都知道 射手座的人呢 基本上 你要绑住射手座的 宇常老师呢 给你一个很有哲学的说法 对啊 你给他最大的自由 就是给他最大的不自由 你给他最大的不自由 就是给他最大的自由 好深奥喔 不是很简单 你天天管他 射手座就跑掉了 懂意思吗 所以你明明就跟天蝎座不合 但你偏偏就要跟天蝎座的 勾在一起 比如说陈宇珍 天蝎座 到底是为什么呢 天蝎座是这个火象星座的克星 因为刚刚宇常老师讲这个 我特别有感觉 因为我就是狮子座嘛 那我妈是天蝎座 我妹是天蝎座 我前女友是天蝎座 我现在老婆也是天蝎座 难怪你刚笑出灿烂 所以天蝎座很可怕 有人面狮身 然后又有一大堆鞋子 我以为人面瘦身 你这样说我怕一下 对啊 所以呢这个狮子座呢 如果跟天蝎有不同的意见 狮子座可能是当面发作 但是天蝎不会 天蝎是呢 到背后的时候呢 突然挖一个坑呢 让你狮子呢 往前走很困难 立法院的注意一下 这个天蝎座这一排的委员啊 好不好 是是是 所以这个天蝎敢爱敢恨嘛 而且他这个对付你 他总能找到对付你的方法 他知道你的死穴在哪里 所以你说遮人 他是用点穴的方式 点穴 而且请记得哦 天蝎座的心理素质 是非常非常强大哦 他在遮你之前 完全不会让你知道 下一秒你要倒大白 为什么今天变成了 天蝎座公干大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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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达一种佩服 得来一种佩服